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作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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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茜茜 歌要队在之前是一个合唱团 那我发现到在这几年 我们的语言跟文化流失的特别快速 那因此呢我跟 雅伦老师这边 我们就希望把 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跟歌谣 把它流传下来 于是我们就把所谓的合唱团 把它更名为鲁凯歌谣队 传唱部落的古老的歌谣为 我们的宗旨这样 在录制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坚持就是让孩子用最自然的方式 来唱歌 老人家怎么唱我们就怎么唱 那我们坚持用最传统最自然的声音 来传唱歌谣 若为两个奖项 那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感到兴奋 那也每个都很开心啊 跟他们讲出入围的时候 他们就都非常的开心这样 对然后也都很想要去参加这个 传奖典礼想要去试一下 出席在大场面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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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